決策委員總辭 以示負責 前黨主席徐永明社貪重創時代力量 8月5號決策委員會總辭 立委兼黨發言人邱顯智拍板 三週內完成改選任期到明年2月28號 會跟這個王隱鈺委員跟成交法委員 這個在開會嘛 那可能也會建議他們說能夠參選 邱顯智率先表態參選決策委員 同樣有意參選的還有實力副秘書長高玉廷 新竹市議員林彥甫 雲林縣議員廖玉賢 以及苗栗縣議員曾文學 律師曾薇凱也搶著替黨承擔 但曾文學 曾薇凱 兩人才剛在8月5號請辭決策委員 現在又要再選 如果最後改選出來的決策委員的結構 或委員成員依然是很相似的組成 我想這個是不是真的能夠落實改革 這個社會應該自由公平 宣布退黨後 台北市議員黃玉芬照樣炮聲隆隆 搶時代力量決策委員 同樣一份名單選了又選毫無改革決心 而這次辭去決策委員的還有陳志明 陳惠敏 林玉凱 吳維達 陳薇仲 五人 他們甚至還帶著炸雞可樂到北院替徐永明 接風 讓人看傻眼的行徑 二度衝擊實力形象 如果這五人也參與改選 勢必被放大檢視 說好的權力核心改組 時代力量難道選假的嗎 接著黃明珠問生 台北報導 李適合